就是玩了那麼久的工會戰或者跨復戰的武學配置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玩這隻好久沒出片的無名江湖 發說前陣官網剛剛有個重大更新 就是終於合復啦 今次的影片就會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公告 和相隔了那麼久,讓大家參考我目前的條和劍武學配置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遊戲界面 Let's go 原來玩這隻遊戲差不多已經接近一年了 不知大家有什麼感受 其實見到越來越多身邊的朋友退坑 與此同時,其實都想感謝由開服 到現在在工會上和我並肩作戰的好戰友 特別是工會的護法 在每一次攻城戰都會有不同的策略制定 令到整個工城戰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那我們先看今次更新的通告 就關於6月27日的數據互通公告 合復追趕助力 只需要合復之後根據大家的開服時間 就會有一個追趕助力的福利給大家 例如相差一日的就會多了20天的掛機收益時間 10張抽蛋券和領悟石等等 相差越多的時間就會獲取更多的禮包 接著來就關於我們的合復安排 目前跨復一共有第一組 去到第19組 月下面的伺服器就會以4個伺服器合為一個 而跨復第七組去到跨復第一組 就會以2個伺服器合併為一個 例如我目前處於中環四海的 就會和一伏二博雲天合成一伏 第三伏會和第四伏合 第五伏和第六伏合 第七伏和第八伏合 如此類推 我們推出完合復後就會多了一個江湖同行活動獎勵 為期到7天 數據互通後有幾個規則大家要留意 最特別的就是角色名字 如果兩個伺服器有同名的角色 重複了伺服器的角色名稱 後面就會多了一組數字 並且合復後可以免費獲得一次更改角色名的免費機會 另外還有幫派的處理方法和其他數據互通 華山輪劍、巔峰華山、至尊華山 這一堆就會清空過往的華山數據 大致上的合復安排就是這樣 我們點擊幫派、查詢幫派 裡面就會列清了一伏和二伏的工會 至於我們的巔峰總壇戰 分別都不大 都是依舊八個不同伺服器進行跨復戰 除了以上的整合之外 我們角色的等級 本身上限300級 現在就會開放到350級 介紹完今次更新的注意事項 然後就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武學配置 以及封頂之後有些什麼做 我目前封了頂 基本上每天都會去商店購買學習點數 盡可能次數拆到6次或者5次 提升我們的武學整體等級 至於常用方面我平均刷新次數 就去到4次或者3次 主要是購買真氣值來突破經物系統 至於幫派方面有多的幫派貢獻值 我就會購買前者第一行的武學書 一些抽蛋券等等 童人方面就沒東西買了 經紀場就根據自身的武學 去購買例如優勢買輕功 和自身屬於御劍的購買一些御劍武學 至於巔峰的就如上圖所見 購買一些絕世的武學捐 和稀有的武學捐 閉關的亦都是針對輕功為主 購買完輕功的武學 再購買御劍的武學 大致上每天的流程就是這樣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參考 我目前的武學配置平均已經去到485 我目前最缺的資源就是學習點數 所以在商店層面上 我們是優先購買所有的學習點數 至於御劍武學 盡可能的全部已經上了紅色歐浴 輕功方面核心的三招輕功都上了紅歐浴 然後去到最後一部分 我想大家最期待想知道的 就是玩了這麼久的工會戰 或者花伏戰的武學配置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按暫停鍵 捷御劍自己參考 好 講解一下我本身這套武學的思路 思路層面上 優先我會使用出手技能 出手技能配搭風起雲湧 有個聚氣值提升 令到對方有心經效果 然後第二招配搭精準效果 落傷寒落麻痺 以及配搭身身不適 有個回春狀態 另一招的核心精準技能 無機自得 令到對方有冰凍效果 降低對方的聚氣值 並為實戰真相降低10% 這招的精準技能 盡可能放在一位或二位 盡快減低對方的聚氣值 然後三號位置 也是針對封鎖效果 飛龍在天 如果大家看前者的幻影神劍 也是對對方進行一些麻痺狀態 假設對方有風魔900 防到前者第二招的幻影神劍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有第三招的飛龍在天 也是針對對方施放一個麻痺效果 假設觸發連續行動 令到自身連擊率提升 為何我二號位置的招式 要施放無機自得 因為要降低對方聚氣值 降低完聚氣值就可以觸發連續行動 順便提升自身連擊效率 然後下面兩招的招式 第一招的普道慈寒 令到自身有一個恢復血量值 以及解除一些負面效果 另外的佛心自然 配搭飛龍在天連續行動的效果 令到自身最氣值提升 這樣就可以令到後者有一個連擊率提升 觸發完飛龍神掌 四號位置都是一些封鎖技能 排山倒海 令到對方有散工以及心經狀態 然後後者兩個招式 一招的令到自身都是提升連擊率 假設屬於調和內式的時候 提升連擊率和武學步擊率 並且還會提升聚氣者 所以最新版本的精進招式 劍氣合一個人認為調和劍是必備的 然後另一個精進招式 聯場奉雜 是針對一些DOTTA的效果 令到對方想撮銷或者中毒 加上有傷狂的話 就可以令到對方有苦毒狀態 聯場奉雜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換其他精進武學招式 去到最後兩個位置大致上都不會怎麼改 第一招就是不明劍法 消除運練困擾狀態提升增傷效果 根據對方傷學效果降低聚氣值 然後兩招的精進效果 打回四系傷害 引狼入債和飛沙走射 最後的就是五惡蒼窮劍 一個爆發性輸出 大切大誤令到自身暴擊率提升 然後少女藏刀一招精進招式 令到自身武學暴擊率提升 並且對方有負面傷害時 再提升環面的暴擊增傷機率 最多可以增傷31.8% 大致上我的思路就是這樣 然後去到內功和輕功位置 逍遙心法一定是放在主運位置 因為盡可能令到自身罪氣值有所提升 聖火神功和冰雲真經就沒什麼特別 大家直接可以參考 然後先覺心法 雪中癮令到對方上回DOTA效果 這個配法我打PVP的時候 都有大概六成至七成勝率 然後示範一次 打這個陰拳 和工會的玩家 其實都難打的陰拳 最主要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向對方施放一些麻痺效果 禁止對方向我們施放一些中毒效果 飛龍在天 汽海刀法 你看到對方會有一堆debuff 鎖掉對方的招式 天竹點月子 這個就觸發不同的點月效果 依然是我們回合五惡蒼窮劍 這個位置就有爆發性傷害 對面赤結掌法 這個位置有點害怕 因為已經上了兩層的中毒效果 三層中毒的了 然後飛龍在天有沒有機會 鎖對面一些招式效果 鎖不到就GG 再來汽海刀法 鎖對方一些精進效果招式 去到七萬血 我們再零五明劍花 再五惡蒼窮劍 大致上應該是贏到的 他毒不死我就有得贏了 這套就是我目前條和劍的 小小實戰跟大家分享 不論打陰毒拳 或者條和劍內戰 這套其實都頗好用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再次感謝各位的一路支持 覺得影片有幫助 記得按個like 未按訂閱的觀眾 可以按個訂閱鍵 以後有機會再出一些 關於無名江湖的影片 給大家參考 還未入Discord的玩家 歡迎入我們Discord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